今天我们来讲解套操作 套牢一直都是广大A股散户朋友的通病 极少部分有朋友能够自行的通过操作进行解套 我见过最多的就是从3%慢慢的亏到了20% 30%甚至是50% 最后耐不住直接割肉离场 这种情况这种案例余哥见过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准备在这一期将我们机构特有的解套方法给大家 帮助大家渡过南瓜渡过套牢束手无策的 第一个问题给到大家 如果你持有的个股股价要涨从10块跌到5块 你会做何选择 是史康还是高抛低吸防护着听 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 从10块下跌到5块 是跌了50% 但是要从5块上升到10块 它是需要翻了100% 所以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是扛到原位 这种情况很难吧 所以高抛低吸往往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肯定有朋友会问了 如果我会抛捞唏唏的话 我还能被套牢吗 其实难吗 掌握技巧不难 与个人一直都在强调 你想要盈利 其实不难 只要你学会了 掌握了我们的技巧 对于盈利来说 只是顺手 你能来而去 这里一只股票 新元电器 从20块钱跌到了7块 跌了60%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很难出现解套成功的案例 就连我们来说 我们顶多能把它从不60% 慢慢的降到不10%左右 你还想要进行盈利的话 几乎很难实现 因为它的跌不太深 整体的盘面很难出现有波幅 没有波幅 你不能够坐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 大盘会不会短期出现反转 第二问题 各股的主力资金是不是已经出头 那么很明显 我们从上图所看 从三月份起 直接下跌 期间有没有出现过一丝丝的反韩 没有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认清楚一个现实就是 新元件器 它所具备的机构 已经离场了 目前在市场内的只是一些 长余的资金 要么是给机构的操盘手 作为盘内训练的单子 这种是在整个A国市场 特别常见的 操盘手想要快速的进入到市场 想要快速的把握节奏 那么必须实战 而实战的标的就是像这类 被个股 被主力所遗弃的 操盘个股 所以很明显 我们能够判断说 在这个阶段下来 主力已经完完全全的离场了 第二个 在大盘是不是出现了短期反转呢 我们大家经历过这半年以来 从三月份大盘直接突破了高点之后呢 一路下跌 从五月份开始 直接全面崩溃到现在的反复震荡 所以大盘短期呢 有没有出现反转 这个是今天非常重要的解套方法 就是资金部位简单来说就是把实水换成活水 大家看一下这个原理多 就刚才我所讲的 从十块钱跌到五块钱 跌了五分之五十 但是注意 如果我们是持仓不动的话 使劳那么从十块钱跌到两块是亏损了百分之八十 一百万跌成了二十万 如果你学会了资金部位的管理方法之后 你看 在这个低点进行低息之力抛抛 低息抛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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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实现解套 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需要认真的重新回去看我们的低息视频内容 以及筹码视频内容 这两个部分是作为资金部位的解套方法的操作基础 如果你没有学会筹码运作 没有学会低息的操盘手法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直接选择资金部位 那么你出现的亏损代率是非常大的 这里有个需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好 举两个简单我操作或者例子简单大家 其实在我们操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一定要释放股份资金 你不可能一百万资金在这里保持不动 你必须先提前的离场股份 资金建议离场多少 离场30%左右 如果你后面熟悉了离场50%更加熟悉80% 但是正常来说80%是在行情出现极度波缝的情况下 所以正常来说我们都是用半仓离场来进行保护的操作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资金部位 那么如果你学会了我的筹码分析 学会了我们的打板 学会了DG 你大可以把这个股票直接割损离场 不需要反过操作 因为这只股票已经接了太多了 我们用我们的可以盈利的方法 通过操作其他股票获取盈利来覆盖这样的亏损 我们用这种股票的费所以无论 但是我们用这个股票获取盈利来的